同学们大家好 上节课给大家讲解了在TypeScript之中 静态类型你应该如何理解它 这节课我再来给大家多介绍一些关于类型的知识 包括什么是基础类型 什么是对象类型 以及类型注解和类型推断这几个概念 我在桌面上建了一个TypeScript这样的文件夹 在这个文件夹下面我创建了一个叫做demo.ts的文件 那上节课我们讲到静态类型这个概念 静态类型可以让我们更直观的判断 变量或者对象的属性的内容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定一个变量叫做count 它的类型是一个number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静态类型 很容易的推断出其实count的内容 它一定得是一个数字 否则的话就不对了 这静态类型可以帮助我们更直观的 判断变量或者属性的内容是什么 这就是它的作用 那其实这个静态类型可以分为两种 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类似于number这种 基础类型的静态类型 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在这里我写下注释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count count number等于123 那number这种类型 实际上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基础类型 同样我们还可以定一个 比如说叫name 它的类型是stream等于del 那这种语法 我们看一下它会报错 说什么呢 name其实它是一个预留关键字 你不要和预留关键字重合 我们可以叫做一个teacher name 没问题 它是一个stream类型 而这个stream类型呢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基础类型 在type script里面 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基础类型 比如说我们可以有 now undefined symbol 不领这样的类型 这里呢 我就不给大家一个个写这样的例子了 后面呢 我会具体讲到这些基础类型 所以我先把它写到注释上面去 其实还有比如说像国外的这样的类型 大家可能没见过 但它也属于type script里面 对应的基础类型 除了基础类型之外呢 其实type script里面还有一种类型 这种类型呢 叫做object type 或者你把它翻译成中文 叫做对象类型 这里呢 我也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const 这里我建一个const teacher 它的类型呢 不仅仅可以是一个number和string 还可以是一个你自己定义的对象 比如说 提成应该有自己的name 它应该是string 应该有自己的age 它呢 应该是一个number 那一个teacher 应该包含name和age这两个东西 所以呢 你给它复制的时候 就要给它一个name 比如说 dale 那age呢 保密 比如说18 OK 这样的话 teacher就复制成功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基础类型 诶 写起来很容易 而这种对象类型 可能是把一些基础类型 合并到一起的一种 够复杂的类型 除了这种类型的 对象类型之外呢 还有比如说 数组 也属于对象类型 比如说const 写一个nembers 它的类型呢 可能是一个 叫number数组 然后呢 它里面只能等于 一二三 这就OK 那这个 例子 它的意思是 nembers这个变量 它里面呢 实际上是一个数组 可以看到 这种语法 意思就是 nembers的类型 得是一个数组 数组中的每一项 必须是一个number 所以你写一二三 这样由数字组成的一数组 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你把它改成一个 字符串 它就会提示错误 那这种类型呢 也是一个 叫做object type 对象类型 好 还有些其他的 比如说类 cost 在这里 我们可以定一个 class person OK 我保存一下 它会自动的 做一些缩进了 然后定一个 del 它的类型 可以是一个person 这个person呢 那就不是一个基础类型 它是一个对象类型 那这个对象类型 其实可以是一个类 这里你可以写一个new person 好 翻译一下就是 del 它必须得是一个person类 对应的对象 好 我们再来写一个更加复杂一点的 对象类型 当然呢 大家跟着我去写一下就行 这些类型 具体的意思 比如说具体的一些语法结构 在后面的课程里面 还会继续给大家仔细讲到 这里呢 大家简单的先了解一下就可以 我们可以定一个gettotal这样的一个函数 如果gettotal是个函数 它不是这种类型了 也不是一个数字 也不是类了 它是个函数 该怎么写呢 它的类型你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语法 表示它是一个函数 它的返回值呢 是数字类型 好 接着我们就可以给它去写一个具体的函数实现 OK return123 所以gettotal它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number 那具体这个函数是谁呢 实际上具体函数的实现在后面这里 这里我们返回123 实际上和它的类型约数是一致的 是一个number类型 所以是没问题的 但假设我写成一个字符串 这里就会报错说 你返回的应该是一个数字 但你返回的是一个字符串 是匹配不上的 大家可以看啊 像这种类型 比如说 这个类型 对象类型 数组类型 类类型 或者这种函数类型 它在type script里面 我们会把它叫做对象类型 这样的话大家就清楚了在type script里面 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基础类型 包括 now undefined symbol boolean void numberstream 等一系列的类型 而同时又有一种叫做对象类型的类型 它包含这种函数类型 数组类型 等等一系列对应的类型 好 这节课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了基础类型和对象类型 这两个知识点 那下节课呢 我来继续带着大家学习类型推断和类型固解 这两个概念 大家加油 我来继续带着大家